有女版朗朗之称的音乐才女王宇佳 近期在加州和里活露天剧场的一场古典音乐演奏会 一席橙色露肩短裙 大胆的装扮让观众感到相当差异 引发很大争议 大陆艺术家学者认为 共产党教科书里没有传统道德的规范 造成80后青年对美丑判断的变异 8月3号 王宇佳穿着一件紧身露肩的性感橙色短裙 在加州和里活露天剧场表演古典音乐 虽然他的表演技巧无懈可击 不过他这身出格装扮 被美国洛杉矶时报乐评人斯韦德批评是 目空一切的古典音乐扮机械人 斯韦格的评论获得许多网民的回应 他们认为在古典文雅的场所 王宇佳没有严肃对待 他的穿着完全违背了古典的风格 大陆二胡演奏艺术家李韵表示 自己在演出中国传统乐器时 一定穿着符合中国民族特色的服装 因为这样才能符合民族风格 现在这个80后也好 90后也好 因为他们没有受过中国传统这种教育 所以他对真正的就是说 中国的传统也不了解 再一个呢 他也不知道 因为他也就是说他也不知道就是什么是真正的美 就是中华民族真正的美 和现代人所追求的那种所谓的美 它是不一样的 曾经是大陆美术学院教授的画家曹最梦表示 艺术高于生活 舞台上艺术的夸张是可以理解的 但艺术的夸张与张扬要在一定的艺术框架内才可以接受 在大陆的这种现行的这种艺术的环境下呢 有很多人呢 用这种丑的意识来包装意识 这种神丑的心理呢 现在已经有了结果 比如说人的行为 语言 道德 社会意识 实际上现在我们都看到了 都有了一定的结果 在大陆那个光怪物理的环境下呢 也确实有人用统数得到了名字力的好处 在这种社会文化 用这个社会学的角度来看 这是很可怕 80后刚请假王宇佳 6岁开始习琴 7岁已入读中央音乐学院 15岁入读美国费城科蒂斯音乐学院 跟朗朗可算是同门师兄妹 王宇佳曾在脸书这样形容自己 自我中心 不知廉耻的骄傲女王 由潜质成为异技 因为他们呢 就是说 从小生下来呢 他没有经过中国正统的那种 那种传统文化的教育 他们所接受的呢 都是共产党编的教课书 它里边没有 真正的道德规范是什么 孝敬老人是什么 应该怎么孝敬 这个在中国的 就是在中共那个统治这些年呢 他这个教科书里边 他没有这些东西 李运表示 由于缺乏传统文化道德的教育 所以80后这些年轻人 他们做出这些事情来 和他们对事物的好与坏的辨别能力 也就显得很差 甚至没有辨别能力 新唐人记者李静 李婷 李安安采访报道